原标习贾乃亮与女儿近照曝光甜心 表情让人心酸网友都是李小璐的醋曾经 李小璐一家幸福的生活 让无数人羡慕女儿可爱聪明老公搞怪阳光 可是这一切都毁在了艺术门李小璐名声惨败处于隐身状态 贾乃亮整个人憔悴 暗赞靠着工作来麻痹自己以前经常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如今再没见到他们同框去年的跨年演唱会 贾乃亮和李小璐还同台 今年只剩下贾乃亮一个人 他神情独畅 梦想天空分外蓝的模样让人很心疼 网友纷纷表示他真的变了 变沉稳了 眼里有了沧桑感 不油腻了跟以前画风不一样了 跨年演唱会过后 贾乃亮带着女儿甜心 外出吃饭照片曝光后引起网友的热议 只见贾乃亮穿着白色上衣背后 看过去感觉单薄而甜心 扎着头发坐在爸爸的鞋对面 正在专心的看菜单不料 这个画面让网友看了直呼心酸 以前只要贾乃亮和甜心同框 就一副搞怪温馨的画面 现在感觉妇女俩似乎有些生疏了 甜心严肃的表情让人看了很心疼网友都是李小璐的错误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婚姻状况 至今还是个迷子前他发微博说 一个人过得很好 不想卷入世世飞飞网友纷纷猜测两人离婚了 去年他拍了许多作品誓言推手特警队散兵魂 也许他想借工作重新生活 就连手机可都是热爱工作 而李小璐去年一年也因为深陷风波事业停滞 据说他回归家庭陪伴甜心 偶尔画一下画脸一下字 生活很充实 他也找律师处理了名誉侵权案的官司 最终胜诉还了他一个清白 他在韩红的牵线下 参加了公益活动自由付出之一 只见他一改之前的穿衣打扮风格 不再走嘻哈风穿着志愿者衣服 扎着马尾打扮清纯的他 好似少女一般 看来他已经走出风波了笑容甜美加奶量 与李小璐的情感纠结李小璐的是非对错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不要再去平凡了不管结局 如何甜心 始终是他们唯一的联系 甲买量变得成熟稳重李小璐 再努力做好一个妈妈 给甜心一个圆满温馨的家庭 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李小璐付出做公益 也是树立一个好形象 如果他回归大洲 你们还能接受他吗